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方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套客人定制的全二层皮二标料印度小椰子汤圈衣三间套的一个半成品 这套圈衣啊真的是可以不可求的一个标准 今天呢 录一期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样叫做高品质的达到收藏级别的小椰子汤 三间套啊 今天用这个 手电筒带大家展示一下 真正高品质的 这是圈衣的四颗牙板啊 四条长牙板 蛮精心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料子你别说市场上面你想去买得到现货有这个品质的 不可能的啊 这个真的是要定制 这是十节一圈 大家我先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 荧幕同开的啊 这是十节一圈是一根料 全部六面青 干干干净净的一个料 没有任何瑕疵白皮拼补的 大家看啊 你看 设置很润的 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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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一下 你说这种料子 没毛病吗 声音都很清脆的 因为是老料嘛 油性非常足 半成品都这么干净的 小岳 这些圈衣 大家应该比较少见吧 这种做出来一套成品效果是相当惊艳的 这个是 这个是 椅子的面框 长面框和抹头 再来看一下啊 这是很润啊 金心的 你看 这种金心面框 只能说平时啊 有开料的时候 一根一根去 存起来才有这个标准的啊 你说 直接去定制的话 可能真的是 很难有这个标准啊 面框料 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横头全部都是去形的二层皮 用了我们 标准 大家是露音可见的啊 这套圈衣啊 效果是绝对惊艳的 这四根长面框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高标准的啊 这个是还没有经过任何刮膜打磨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牛猫纹水波 好不好看 来 用这个浇水给它 看一下 一点瑕疵都没有啊 太漂亮了 来 放一下 我们放一下六面筋的量 无瑕疵的 包括 侧面 干净面 一点毛贝都没有 这几根都放一下 来 看一下这个侧面 看一下侧面 这个水剥料 这样看 很漂亮吧 这个背面比这面还要漂亮 人家生活 我们这个是暴脸天舞吧 好看的 放到底下 来 这几个是前后通根的前腿和后腿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样 这样看一下 来 装一下 好 六面筋吧 看一下 都是曲心的 曲心的 这个后腿 漂亮不漂亮 满满的都是牛猫纹 这根料是因为提前开的 所以 颜色会偏深一点 它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去氧化 油性越好 后期后期氧化出来的效果越红 大家看一下 这两根是脚踏 圈椅的前脚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好料 大家一眼都看得出来的 这个品质 两根圈椅的侧横杆 侧横杆 不管是大料还是小料 全部 都是高品质的一个曲心 六面筋的料子 那这后面这一根料子 大家看一下 这根是准备开圈椅三件套中间的茶几的四根腿 那今天主角是这一根巨无把 大家看一下 千年止谈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来 今天这根料真的是绝了 给大家量一下尺寸 口径属于非常大的 看一下 大头的口径达到 33公分 这个大料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树头这边是有水波的 而且这根料特点是啥 金心非常多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 那个是正宗的印度小叶子汤 超级大量 你看这个这个地方是水波 这个地方是水波 满满的都是金心 这个地方是开窗的地方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漂漂亮 这个是可以达到车珠子的品质啊 我们打算是拿来开这一套 圈衣的这个 面板 两瓶的面板 还有这一面呢 对 垂面 好看嘛 这个料 金心很多啊 真的是很多 这个是真正的正宗 野生的弹箱子汤 小头这边的口径是 28公分啊 28公分 大家不要觉得说这种 这么大的口径是 血糖的 只是说紫糖 也有这么大口径的 而且是真正的老料 价格比较高而已 所以说做一套精品啊 一定是要有舍才有得 那大家如果有喜欢 这种高品质 或者喜欢视频的 欢迎关注一下阿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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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